一颗螺丝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这架飞机就是因为一颗小小的螺丝 最终成为了挪威史上最大空难 55人在本次事故中不幸遇难 1989年9月8日这天下午 在挪威奥斯陆机场上 一架摆纳航空的394号班机 正在机场准备起飞 本次目的地为德国汉堡 驾驶这架飞机的机长名叫分布 当他做飞行前检查时 发现这架飞机的发电机出现了故障 于是叫来维修工程师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当工程师一番检查后发现 这东西不好修 而且现在乘客已经陆续登机 所以就跟机长商量 要不你们用APU飞完这一趟吧 所谓的APU 类似于飞机上的一个备用发电机 机长一想也是 如果重度延误自己也得不到好果子时 于是就采纳了工程师的建议 接下来他便与副驾驶一机 用最丝滑的技术 将这架飞机成功的飞上了天空 整个爬升过程 乘客没有感觉一丝颠簸 由此可见两名飞行员驾驶技术挖赛 但如果遇到有问题的飞机 就算他俩技术再好也是白搭 也为此刻飞机尾部 固定尾翼的螺栓其实是山寨产品 当时这家航空公司从黄牛手里买二送 花了60美刀给买回来的 这个螺丝有个特别之处 那就是比正轨厂家的要软上一些 所以这一段时间 这架飞机的机翼总是会轻微的晃动 但由于幅度较小 并未达到影响飞行的程度 但今天就不一样了 因为机组要启动APU 巧就巧在这个APU也是坏的 所以当飞机来到6700米高空时 机长刚一打开 APU就开始不停的震动 这个震动正好与机尾形成了严重的共振 这样一阵 尾翼就开始左右摇晃 整架飞机也开始不听实话了 接下来飞机就开始向一侧偏移 由于力度实在太大 即使机组使出浑身解数 依然无法控制这架飞机 紧接着飞机开始出现翻滚 甚至直接肌腹朝着 朝着地面砸了下去 此时客舱内没记安全带的成功 直接被强大的下压力 压在飞机地板无法自拔 接下来飞机以重力加速度 开始急速服务 强大的拉扯力 让飞机在空中解体爆炸 接着一头扎进了丹麦外海 以北30公里的西茨海尔斯 机上50名乘客及5名机组 在事故中不幸遇难 事故之后 调查员找到了 首先掉落的唯一残骸 唯一是通过四颗螺丝固定 在机尾之上 可当调查员 对这四颗螺丝进行检查时发现 这家伙仅仅四颗里 竟有三颗都是山寨货 是航空公司 从黄牛手中买过来的 而这些黄牛 由于没有受到管制越发猖獗 紧迈阿密地区就有超5000个 他们从垃圾堆里 修理厂内 甚至是空难现场 挖掘出一些匹配的零件 转手卖给这些航空公司 甚至伪造假证件来获得审提 到此调查员并不想就此罢休 他们想要搞清楚 全宇宙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飞机零件 结果一查简直超乎他们的想象 在全球飞机零件仓库里 竟发现了39%的零件 都是出自于这样的渠道 随着调查的深入 他们甚至发现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竟然也使用了这样的零件 这不得不让调查员 对全球航空业安全担忧 此时调查员还有个问题 没有想明白 那就是这些航空公司 为何会特别青睐这种山寨产品 原来这种黄牛零件非常便宜 就拿事发这款飞机的螺栓做对比 一颗原厂出品的螺栓 价格高达250美元 但如果买这种渠道的黄牛货 却只需要30美元 而且还买二送一 而一架波音737上面 这种活动的零件就达到了600多个 而这些黄牛一年产值 竟达到了450亿美元 可见其市场规模之庞大 事件过后 相关部门准备一过端 多方蹲点过后一次收网 打掉了上百个这样的窝点 并且加强航空公司 对零件进出方面的监管 之后20年里 再也没有一起空难 是因为山寨零件所引发的了 我们来不动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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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